每週一三五看筆電YouTube 所以我真的不能死掉 我們死掉之後 所有東西都不見了 所以這個代價是很大的 看到結尾看我會不會死掉 然後哭爆爆氣離開 希望不會 OK我看到沉船了 應該會有敵人在那邊 喔我看到有人在互相閃殺了 我現在準備好我的十字弩 OK他們也是很強的 我要閃了 這種他們的臉部 他兩個人的話就真的不要跟他們鬥 通常這個遊戲要有朋友一起玩 會比較好一點好嗎有朋友照你 前面有個全身同的人 我先去看個口感念 他是同隊的哈囉 難過的油感筆電培根 所以我現在剛剛創了一個 王國叫做 油感筆電王國好嗎 然後你們知道我之前在私下玩的時候 我是怎麼死掉的 就是被同隊的背叛死的 他退出 oh my god bro 你陪陪我 沒錯 我超級傻眼 所以我以後看到同隊的我都要隨時很小心 我需要什麼 這種通常說我需要什麼的 我都要小心他們 因為代表他們 可能會為了資源 把自己的國王給殺死 錢 我需要錢 我們一起去掠奪別人 這才是一個好的選擇 OK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掠奪別人 叮 OK我不要理他 這位觀眾有穿油感筆人的衣服很好 你就成為皇室好了 然後這個 女王 然後這位觀眾的話呢 耶穌會好了 應該有些觀眾很好奇 鐵在哪裡可以挖的刀 我可以秀給你們看 有很多位置 我這隻其中一個位置 喔 我的我的夥伴被攻擊了 bro你不要攻擊我了 講攻擊我們王國人 休想 攻擊 oh my god你看 我的藍鋼劍超級猛的 我帶你們去看鐵在哪裡 欸bro 你看 這個人就直接搶走我的船 所以這是為什麼你真的不能太相信自己人 所以我想我的標題應該也不算騙人 今天這文片雖然沒有實際演示給你們看 但是我會告訴你們 我是怎麼走到這個地步的 我實在玩的時候大概花了 可能有到五個小時 所以沒有辦法錄給你們看 就是這個位置 你們可以記得一下 以後我做一部影片出來之後 大家都會在這個位置 所以 我算是有點公開秘密 喔有人在射 OKOK這要小心 他的裝備不錯 他是不是開掛欸 欸他開掛欸 bro 他開掛 他在河裡面還可以走這麼快 他開掛 完了我這樣資源可能還是會沒有 你好像在戰鬥中離開 好像你也會少掉一些資源 我不確定 他在河中沒有船 是不可能走這麼快的 我們來看看我的資源有沒有少掉 我的藍鋼裝備全部都沒了 各位這就是你死掉之後 會看到的樣子 但是我根本沒有死掉 我只是遇到外掛而已 那藍鋼裝備 花了我起碼三個小時 我才全部說不知道 就被一個外掛把它搞沒了 你死掉之後 只會留下你的背包 還有你的這些工具 像我剛剛說的一樣 我們現在 就算是 呈現這影片的實際標題了 從新手開始 我就會先來砍樹一下吧 因為我的斧頭是藍鋼斧頭 所以看 一刀就把樹砍掉了 超級猛 我現在已經看開了好嗎 我也不會生氣什麼的 世界衛生組織觀星林 邀請我加入 好多人了 好啦我加入啦 我們的國王是一個培根頭 我看我們的王國的位置在這個點 喔我看我現在這邊在沙漠對不對 沙漠也有一個可以收到很多鋼的地方 反正我死掉也沒差 反正我剛剛才死掉過 所以我要直接過去了 你看我這個藍鋼十字鋼 按一下就把銅全部都收集到了 OK所以沙漠中間有個沙漠遺跡 我們現在去探索看看沙漠遺跡 這邊還有一個人面獅身像 怕的是裡面有人 我只有一個石頭可以跟他PK 我是完全沒有勝算的 肯定有人在這邊放火把了 就是這個位置 我界是左 沒有界是右邊 先走右邊 然後再走左邊 然後再走右邊 這邊都有人放火把 代表肯定裡面有人 希望是自己人 就是這裡就是這裡 把這個大石頭打掉 裡面就會有很多鐵礦 還好裡面沒有人 看起來有人之前在這裡 但現在沒有人 這樣我們就馬上收集到很多鐵礦了 鐵礦大概每三分鐘會重生一次 所以我的做法一般都是在這裡面 像這個人一樣 在這邊待個很久 待個大概三個小時 你要變成藍鋼的話 你要去收集乘船上面的藍鋼原料 然後把藍鋼原料跟鋼合在一起 才能夠變藍鋼的東西 那個是很花時間的 然後我剛剛就被外掛了 你下次用全沒了 變這個 穿了什麼背心造型的野獸 我現在在這邊蓋個那個門好了 以防有人突然來襲擊我 然後我就直接死掉 結構這邊有個 棕櫚門 就是這種gate 我這樣別人 是敵人 敵人 Oh my god 他跟我不同隊 Come on 為什麼我的隊友不幫我 和平和平 Why you kill me 我需要支援 我當然 Mistake sorry OK 抱歉老兄 抱歉 但是我得把他殺掉 老實說 因為我需要這些資源 我們先做個鋼箭 OK 我把他殺了 所以我的做法 我也只能暫時先背叛一下人了 抱歉 抱歉老兄 OK 我需要這邊的資源 所以我真的不得已 之後把他們給殺掉 沒有殺死的才皮革架而已 進度一下就追回來了 所以也不用太難過 呵呵 我們需要一些這個東西 藍色的東西 歡迎留言區 觀眾告訴我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Shingles 我懶了Google 六個木板 OK 收集完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 鋼的練造台了 做多點鋼條 再做個鋼的盔甲 然後再做個鋼褲子 OK OK 有人加進來了 Oh my god Holy snap OK 一開 一開 我不知道怎麼開門的 欸我是不是 把門蓋反了 還好他是沒有裝備的人 不然他搞不好就把我殺死了 OK OK 我現在把我的鋼盔甲放上去了 各位 這是遊戲中第二強的裝備 就是鋼 只是如果我要做藍鋼盔甲的話 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我還需要藍鋼原料 然後乘船每45分鐘會出現 OK 我們現在去外面的世界 要小心 前面好像有黃隊的 不能讓你們這麼強大起來 不想死的話就加入我們 拿什麼斧頭 斧頭站來砍樹的 啊 啊 Let's go 有人在上面射我 誰在上面射我 啊 上面是死人 那誰誰在射我 喔 對面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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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小心 只是練習PVP很好的時候 喔被他殺了 他是藍鋼 我沒有追到他了 他武器是藍鋼 又被打回起點了欸 OK 各位 我剛剛路途中 做好了全身銅裝加上銅箭 然後這邊有一個不錯的鐵的位置 可以秀給你們看 就在那個船的遺跡這邊 但這邊就只有一個 所以我一般不會在這邊刷鐵就對了 這邊有一個紙隊的 哈囉 哈囉 隔船打人 使人不說故事 這是什麼徽章啊 是不是跳船 攻擊人 可以得到的徽章嗎 慢動作重播 太猛了吧 我們世界衛生組織開始沒落起來了 現在只對12個 而且他們看起來活躍很多 在聊天室一直在狂聊天 我還蠻害怕的 手會痠欸 一直按著W 你們可以發明出馬達了嗎 我知道這是中世紀 但是船真的好慢 喔喔 看到這個地方我就想起來 這邊有一個三個鐵的一個點 我可以秀給你們看 但是這邊有一個敵人 我得先把他殺掉 欸 欸 欸 抱歉 他的遺言是什麼 欸 哇 這是我聽過最感人的遺言 而且我突然發現了 我好像搞錯位置了 好像不是這裡欸 他們問你如何你 你只要說你沒事 這種真的很難記起來就對了 因為很多這種大自然景觀 都一模一樣 喔 那是自己人嗎 看起來不是 先閃了 倒退離開 打他 OMG 還好我剛跑了 有人說要打我 欸 喔喔喔 我找到 是這個點 是這個點 我滿確定是這個點的 欸 對對對 是這個點 我確定 你們可以大概分辨一下 我360給你們轉圈 OK 因為這個真的很難發現 這個大自然都長太像了 但重點是 這個水裡面 就有三個 隱藏的鐵 我就是傳送我的秘密資訊給你們 你們光是點開來進去這影片 我就很感謝你們了 為了感謝你們 我特別秀給你們看 今天秘密點 記得幫這個部影片按下個喜歡好嗎 也可以考慮訂閱我的頻道 讓你之後開筆電 達到60萬訂閱 不過我這邊就只有一個鐵就對了 看起來是我記錯了 只有一個而已 還有更多鐵的位置 記得看到影片的最後 倒是我剛剛殺掉人欸 像他想追著我報仇 其實我不害怕好嗎 我有全身同裝 欸沒有他加入我們了 打不過就加入別人 哇他完全貫徹了概念 欸有妹子溺水了 哈囉妹子你溺水了嗎 要不要上我的床 不是床 是床 上來 平華 他真的上來了bro 不要真的上來好不好 媽媽說都要上陌生人的床好嗎 come on man 我看看你們蓋的家 這是狗窩吧 我沒有其他意思 但是這個 一站起來就會撞到腦袋 希望他不會看到這個文片 OK 我繞了一圈回到了沙漠 我覺得我中間可能是漏掉了一個鐵的點 我就先回來這個沙漠遺跡這邊來挖挖看鐵礦吧 我來這邊順便放個馬桶 馬桶的話可以讓你的速度暫時變快 加10%速度就成功出現 有床出現了 我覺得我冒險去看看好了 雖然會有很強的人 但是也有可能我可以拿到藍鋼 我們就去看看我來做個大船 Let's go 喔我看到蟲雷了 我看到沉船了 但是很有可能會有高手在前面 我就沒有辦法拿了 我現在只有銅裝 所以根本打不過別人你知道嗎 喔沉船 沉船終於看到了 OK我們來收集藍鋼了 嗨各位 這就是我如何成為全身最強的裝備 的一個過程 收集藍鋼時間 我之所以可以打這麼快 是因為我現在有藍鋼的十字鎬 這是最強的礦物 剛剛都是被外掛毀掉一切的 現在終於可以回復藍鋼榮耀了嗎 Yes Sir 我們一共獲得96個藍鋼原料 各位你們看到這邊有個空出來的這個洞嗎 這就代表裡面有三個鐵礦 OK我終於找到了 我想就在這個沉船的旁邊的這個大石頭 這樣就比較好記了 從這個洞穴裡面爬進去 我覺得是往右邊走 沒錯就是這個大石頭這邊 拜託裡面不要人 拜託不要人 OKOK沒有人沒有人 Let's go 你看裡面只有三個鐵礦 我這邊就直接快轉啦 3日後 OMG各位 我剛剛在做一半的時候 就有一個突然一個原始人 跑到我的這個洞穴來 他在破壞我的門 die 在破壞我的門呢 滾啦 就是為什麼你要做個門 不要突然被襲擊 所以我剛剛就是在這室內點了一些火把 然後蓋出一個gate 然後我在這邊放個煉照桶的 還有煉照鐵的 我現在來 放個煉照鋼的 Let's go 我們可以做出藍鋼的煉照台了 放下去 所以就是這遊戲裡面所有 目前 目前所有的煉照台 這四個 從左邊是最新手到 最右邊是最高手的 就是我的影片標題齁 從新手到高手 我現在來做個藍鋼條 然後趕快戴上這個面具 變藍鋼面具 做更多藍鋼原料 我現在正式就有全身的藍鋼盔甲了 又有藍鋼劍了各位 都不要遇到外掛了 所以我真的是從新手 變成高手 在這個影片的過程中 完美呈現了 離開王國 建立 我們讓有感筆電王國再次回來吧 目前只有我一個人 但是我會讓這個王國 成為這四五七面最強的王國的 先設個儲存點 出發 加入我們 不然我就不客氣了 我先再給他們最後一次機會 邀請所有人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還是有十四個人 有感筆電王國十二個人 我們一定要超越他 把這醜肉旗幟砍掉 我看前面有個小小的堡壘 這邊有些世界衛生組織的 藍鋼十字弩 你看 把他扣一半的血了 Let's go 真的想殺我 什麼裝備都沒有 你想殺我 OK 我把他殺掉了 Let's go 另外一個人跑到洞穴裡面了 這是他們重生點 OK 把他殺掉了 把他們全破壞掉 加入我們 加入我們 不然就受死 他的朋友回來了 給他躲到後面 我就直接進站 沒有 他跳出去了耶 好猛喔 你看世界衛生組織的領導者又換人了 這才帶他們開始沒落起來了 這是有感筆電王國崛起的時刻了 又射到了 欸 他跳進洞裡面了 居然不是什麼陷阱 我感覺他在左邊 喔 我猜對了 Wait I enjoy you Sure 加入就不會殺你 好嗎 Let's go 他加入我了 哈哈哈哈 欸 怎麼還是只有12個人 但是你看世界衛生組織只剩7個人 喔 我看到一個藍色點 那是藍隊的一個大本營 我去攻擊藍隊大本營 看一看 OK 他們的背勢在上面 藍隊的背勢在上面 我們就直接蓋一個梯子上去 OK 我們偷襲他們 我的木頭不夠了 Oh my gosh 我這樣可以跳上去嗎 可以 可以跳上去 OKOK 我先去準備好逃跑 就是往那個船那邊 OK 看到下面有一個藍隊了 一個人滅掉這個藍隊的王國 Let's go 喔 這也叫王國嗎 哈哈哈哈 你的國王旗 白啦 你的床 白啦 準備好受死了嗎 他好像逃走了 大家到底有看到了 欸我射到他了 射到他了 Hello man I'm coming 喔 他離開了 所以離開的話你還是可以獲得別人的資源 只要你有攻擊到他的話 這就是不加入我的後果啦 我現在再次邀請一下大家 最後通牒 我看世界衛生組織又換領導人了 他們現在應該真的蠻沒落的 只剩五個人了 有感比電王國家20個人 Let's go 看起來這上面也有一個帝國 怎麼感覺都沒人了 欸是橘色的 這該不會是世界衛生組織吧 現在這個也變自己人了 哈囉我的士兵 居然都被破壞掉了 居然還有兩層樓耶 我很少在這遊戲裡面看到了兩層樓的建築 他們應該也花了不少時間蓋的 看起來我的民眾們 他們在聊天室說 大家要不要在沙漠集合做基地 你看這邊大家都在這裡來了 後面又有一個人有藍礦的人 嗯我要小心你喔 不要背叛 我真的很怕別人背叛 特別這個人也要藍� 你知道嗎 OK我相信你好嗎 教我怎麼做鐵裝可以嗎 你之後看了油乾筆電的影片 你就會知道了 總之我會在這邊蓋一個旗子 讓他們有一個營地好嗎 最後就是我能背叉 我來試試看一個東西喔 每週一三五 看北電YouTube 沒錯 沒錯 有人回覆了 NICE 準時遲到 準時遲到到底算是準時還是遲到呢 他們最近有人做了這個新的練的東西 练铁的很好 国王这个给你 又没关系 不要背叛就很好了 我很害怕被背叛 他要给我蓝钢 那我还是拿一下好了 谢啦 我现在可以做出一个猎户座椅子 把椅子放到里面 所以我这椅子做出来之后 这样我就可以做皇家座位了 Let's go 这样就像个国王了 Square stone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座位 Let's go OK 各位 经过超级多小时 我们终于成功成为 从最一开始被外挂打倒的超级新手 到最后 全身蓝钢 加上满满的一个市民 然后我就可以坐在这个王位上面 好好享受这个风景 只要看到更多这个生存游戏影片的话 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 然后也帮我按下个喜欢吧 记得也可以考虑按下订阅 让六甲比例达到60万订阅 那每周一三五看比例YouTube 我是五甲比店 国王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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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